最近咱们的话题都和肺癌有关 在我这里有一个数据 据说这个七成以上的肺癌患者 发现的时候已经是中晚期了 那么到底肺癌能不能做到 早发现 早治疗呢 我们请今天的嘉宾 来给您做一个解答 我们邀请到的就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肿瘤医学部肿瘤内科 本人汪静良教授 欢迎你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汪静良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肺癌到底能不能够早发现呢 那么它的早期会有哪些症状 事实上对肺癌患者来讲 通过症状是很难早期发现的 那更重要的可能是健康的体验 尤其是现在的低级量 螺旋CT的一个用户 是对肺癌早发现 最重要的一种方式 生活里面有什么习惯吗 咳嗽啊或者这个肺疼啊什么的 一般如果出现症状 更多的可能就很少是早期的 因为对肺癌来讲 局部长了一个小节节 它可能就是肺癌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单纯的只是一个小节节 不一定会导致出现一些相关的症状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 有些患者出现咳嗽啊 呼吸困难啊 胸口的疼痛啊等等 肺癌是会导致这些症状 但是在早期肺癌里面出现这种症状呢 相对还是会比较少的 那么中期呢 如果再严重一点 那当然了 随着肺癌的发展呢 它可能会带来一些症状 这个呢 本身也和这个肺瘤长的位置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所有的肺癌呢 就是在肺的上皮细胞呢 它恶化变成了一个癌细胞 并且不断地生长长长大 甚至出现转移 如果这个肺瘤长的位置 在主气道里边的话 那么可能早期就会有相关的一些症状 比如说憋气 呼吸不畅等等 那如果说长在这个周围的话 挨着胸膜 那可能会导致一些疼痛 如果说长在器官里面 比如说因为它一些刺激的咳嗽啊等等 有这种刺激之后导致的卡血 那可能也是它相关的一个症状 那这些呢 就和长的这个病灶本身的这个位置 大小等等 是有密切的关系 我在网上呢 看到有一组图片啊 说的是咱们的这个手指 就是一种叫杵状质的一个提法 你看这个应该 这个就是杵状质 对吧 是的 它能不能够判断出来 这个人可能有肺癌的风险 事实上呢 杵状质呢 是在我们临床里面 不是能够看到的一种 所谓的体征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所以杵状质就是我们手指 包括脚指的末端 还有一个相对变得肥大的 一个变形的一个情况 那这种情况事实上呢 有多种病例的因素 都可能会出现杵状质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肺癌 是可能会有杵状质 但是除了肺癌之外呢 其他一些 比如说像先天性心脏病 我们所谓的这种 法乐式四联症 它也可能会出现除状质 随着大家这个健康意识的提高啊 也是因为大家对这个肺癌的认识 因为它发病里的确越来越多了 我们很多人身边有这样的患者 所以说也都会想到 我是不是也应该去做一些相关的体检 那么就肺癌来讲 可能刚才说过最重要的检查 就是一个CT 尤其是现在呢 我们随着这种低剂量螺旋CT的一个出现呢 其实大家的确用的是越来越多 为什么会提到这个低剂量螺旋CT呢 是因为我们常规既往的普通CT 很多人不愿意去做 就是考虑到它是不是有辐射呀 有放射性啊 它的身体本身可能是有些损伤的 那低剂量螺旋CT相对来讲呢 它这种放射性的影响呢 相对就要更小 但是它同样能够对一些肺部的节节 有一个很好的发现 所以说硬用的是比较多的 那除了这种螺旋CT之外呢 可能还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虫状质 那可能需要去医院里面找医生去看看 因为它早期可能就会出现 多发的一个转移的情况 那么对非小细胞肺炎里面 它还要再分类 包括有腺癌 包括有磷癌 包括有大细胞癌等等 还有些少见的一些种类 那么不同类型的种类呢 治疗也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 拿到这块组织进行相关的病理的检查 包括一些特殊的染色 来确定是哪一种类型 来选择合适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 这是我们对穿刺的一个要求 那么如果我们穿刺已经明确了 比如说是一个腺癌 我们可能还会建议 还不能治疗 建议去做基因检测 那为什么要做基因检测呢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后面 选择治疗药物的一个不同 因为不同的基因情况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选择的药物 是不一样的 那就涉及到我们现在最相对 还是比较新的一些 就是靶相药物之类 如果说这个患者 我们经过这个检测之后呢 能够找到它存在相关的 所谓的我们叫驱动基因的突变 那么根据这个驱动基因 来选择靶相药物 它可能毒性会更小 疗效会更好 如果说它没有这个突变 那么说明它就不适合这个靶相药物 你如果用这个靶相药物 那可能就没有什么作用 而且可能患者还要付出 耽误治疗的一个代价 所以这个基因检测呢 是我们后期选择治疗 重要的一个参考和指导 说到这个癌症 其实我们都知道 它癌症本身可能并不是 最致命的因素 有可能是到了中短 其他的扩散的因素 会更加的重要 那么肺癌 它的这个转移的方式 有哪些呢 在肺癌里面 最主要的转移方式呢 一个是血型的转移 所以血型的转移就是 这个肿瘤 它本身生长过程中 它是需要一个营养的支持 它要长 那么营养支持 它就一定有相关的血管 来供应它这个营养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脱落的肿瘤细胞 进入这个血液循环 它可能就会随着血液循环 到身体组织其他的部位 比如说到脑子里面 出现脑子 但这个不同年龄阶段的人 您建议什么年龄的人 应该去针对肺部 做一些CT的专业的检查 那事实上 40岁以上 这块还是有一些共识的 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需要做肺部的一个筛查 因为所有的筛查 也都是有个成本和一个获益 因为你 比如说年轻人 你二十几岁 你去每年去做肺部的CT 那这个放射性的物质的影响 还是不利的 也是有一定的损犯 是这样子 那么对哪些人 需要每年筛查呢 我们就所谓的 有些高危的人群 那怎么去评价 它是不是高危的人群呢 那有几个评判的标准 第一个呢 是年龄 比如说五十岁 或者五十五岁以上的人群 就因为风险会更高 这个年龄 为什么不是绝对的呢 还有些其他的影响因素 包括比如说 有没有吸烟 那么吸烟 这个量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我们把这个量 是这么定义的 每天如果吸一包烟的话 那么你吸二十年 我们就要认为是 二十包年 这么一个量 那这个呢 可能就是一个 比较大的危险因素 如果说你一天 吸三包烟 你可能十年 就是三十包年 那么这是更高的一个危险因素 如果说你一天 吸不到一包 那么可能相对来讲 风险就会更高 所以说你 即使不能戒烟的人 你减少这个吸烟 一样能够降低这个风险 你就不是一个风险人群了 相对于来讲 那么对这一类高危的人群 就会建议你 更多的去做这个筛场 包括我们刚才也提到了 对一些有家族的 这种风险的人群 比如说家里 这个有相关的肺癌患者 那么他患肺癌的风险 也会更高 那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危险因素 也会建议去做相关的这种 会一定非是直气亲手 是吧 如果我们分一级二级三级 不同的这个远近的一个亲手 你如果一级亲手里面有的话 你风险会更高 那么如果是远亲的话 那相对风险会低一些 总而言之 50岁以上高风险人群 吸烟多的人 吸烟多的人 家族里面有这个 疑传的人 那么可能是我们的高位人群 就建议去进行相关的 肺癌的一个 具体检查是叫什么呢 最重要的就是 低级量螺旋CT 好 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问题 来看一看大屏幕 肺癌晚期都有什么样的表现 如果好 感谢汪教授的解答 希望对这位王伟们有所帮助 关注健康 服务百姓健好健康细胞 助力健康陕西 也感谢大家收看 由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 陕西省健康环境研究所 承办的百姓健康 我们下期节目